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球迷们关注的重点 毕竟已经58岁的郎平 终究要有接班人 而安岛正是郎平清点的后辈人选 那么 本次瑞士赛 应该怎么评价独立带队的安家杰的指教能力呢 小编认为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 中规中矩 安家杰布置战术从成绩看 中国女孩本次瑞士赛四战两胜两负 分别是三比零击败瑞士 零到三万负意大利 一比三不敌土耳其 三比一战胜波兰 对于主听等主力缺阵 以气部阵容出战的女孩来说 这样的成绩完全可以接受 事实上 就瑞士赛信有阵容 即便郎平亲自带队 也很难拿下爱格努领军对意大利和博斯林贤的土耳其 因此 安家杰带队的成绩应该合格 安家杰自乱阵脚的时候上了从实战指挥看 安家杰明显好于去年大奖赛 整体调度有序 没有自乱阵脚 对阵强敌意大利 安家杰血藏了刘孝彤 保证了世锦赛前底台没有全部亮出 对战波兰 很好的指挥全队把握住了关键球 两局都是两分写胜 既锻炼了队员的抗压能力 也包了失联赛澳门战势力之球 因此 对于安家杰的临场调度 也应该认可 安家杰与裁判理论综合上述 安家杰这次读 历代对征战瑞士赛 临场指挥应该是中规中矩 当然 对阵异大利 一场比赛出现五次伦次错误 也反映了安家杰的经验欠缺和应变能力不足 因此 就指挥比赛和综合功力而言 安家杰还是需要向深井百战的郎平多学习 多接见